作词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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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你啊 喜欢你 别以为我想爱你 别以为我爱你 谢谢你 我又说想对我吵析 跟你say sorry 扎着别人脸像你一样 我就会在意 假如把你换成我 把我换成你 谁都不愿让对方 爱情不转移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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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死心塌地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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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不是儿戏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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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死心塌地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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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不是儿戏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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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今年晚上的宵夜可好了 是我从御膳房骗来的五味馒头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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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借过 introduced行塌了 ah hahah Ș 一经经我终于拿到手了 等我练好绝世神功 这世上 谁也阻拦不了我 offenses 什么 都是天竺文 对 三 没关系 大家我一定会看得懂的 苏公公 皇后搭霸雷亭 要您过去呢 知道了 急什么 皇上急 急不死太监 你们这帮窝囊废 把事情全搞砸了 现在九魔空展不展啊 我这王帝当不成了我 苏文 奴才在 你不说你行吗 现在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 你怎么跟我们交代 启禀皇上 皇后娘娘 请两位少安勿躁 少安勿躁 少安勿躁 如何少安勿躁啊 如今之计 一不做 二不休 干脆派人把那个 九魔空暗杀掉 暗杀他 是啊 免得霍光在丛中作梗 那他的口宫呢 我们需要他的口宫啊 要不然我们怎么把霍光 这个家伙给干掉呢 我的好皇上 做个口宫还不简单嘛 那个大光头是天主人 不会写汉字 怎么随便画个鸭 也没有谁能够来变真假呀 嗯 这倒是个好计 对呀 这个光头就会画鸭 我们给他画鸡 不就等于是他签名了吗 我也看他 委层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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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哎呀 哎 哎 哎 画两个光头 嘿嘿 也行 好 就这么办 哎 哎 嘿 你们两个赶紧去办吧 把这事赶紧给我解决掉 要不然的话 拿你们自己的脑袋来见证 遵旨 走走走 四公公 南师兄 你在这儿看着 我回去告诉便宜哥 我看着 对啊 为什么 你还看不出来啊 他们想要对师父下毒 你一定不能让师父 把下过毒的饭菜吃下去 知道吗 我看着 你去吧 我走了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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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你猜得一点都没错 他们准备对师父下毒 那你在这边干什么 回去看着师父 天狼那边有大牛照顾啊 我赶快来通知你啊 大牛那个人哪靠得住啊 你回去照顾师父 我去通知霍将军 哦 好 那你快一点哦 走 大师傅 吃饭吧 谢谢 刘兵以托我特别地照顾你 所以 那就吃饭吧 不过有的时候人会没有胃口 看你的样子 今天是不是有点食欲不振呢 食欲 真的很 真的很 刘师兄 姬队 刘师兄 怎么搞的嘛 你干什么 害得我美梦破灭了 我叫你在这看着师父 你去带着掏睡觉 我 我看了半天 什么事都没发生 我无聊的要命 我不是叫我干嘛 气死我了 糟了 他们好像已经开过饭了 小心点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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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别吃 饭菜有毒 有毒 嗯 好吃 师傅 不能吃 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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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牛 阿秋 你们快走 我有我的命 你们不用担心 有缘再举 师傅 我们先带着人杀出去 再找解药 对啊 别傻了 你们快走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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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 不要报仇 师傅 师傅 你醒醒 我以后再也不躲着你吃肉了 你醒醒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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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把你害死了 师傅 两位大人 小人已顺利完成任务 但天魔空已吃下了毒药 就算是女皇大帝已消化了 快走 带大家去看看 起来 干嘛 偷懒睡觉 开门 是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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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接下来 就该霍光那帮人倒霉了 看咱家怎么样一个一个把他们收拾掉 老头儿 快命人把他给我抬到郊外去喂狗 是 师父 师父 你死得好惨啊 我好 是我害死了你 牛师兄 你在了 你不要太自责了 师父是当世奇人 临走的时候很平静 没有什么痛苦 所以他也一定不希望我们也痛苦 都怪我 师父 牛师兄 牛师兄 现在最重要的是 我们把师父好好地埋葬起来 别让这里的野狗损坏了师父的遗体 师父 你安息吧 我们以后一定设法把你送回天竹去 卑职拜见霍大将军 少废话 真不空的 他 我师父到底怎么了 那位大师父 刚才因为救急复发 已经去世了 什么 去世了 他死了 什么时候死的 就是刚才 真是不幸 人呢 人怎么不见了 刚才遇使张大人来应我事 一切无误 所以小的救命人把他抬出去埋了 你这狗贼 是你害死我师父的 还我师父来 刘大卫 你说话最好小心点 否则我告你诬告 你 刘兵 先别动怒 待事情查经之后再说吧 他葬在哪里 就在西城门外的乱葬高 好 你等着 我回来找你算账啊 哼 要求得我 这一切 我看不到的 我看不到大事 我看不到有钱 你将来 将来一定会发扬光大的 师父 等到乌龙院香火鼎盛的时候 一定会有很多香油浅的 到时候会改变院里的环境跟伙食 另外 我们还会为你钓一尊很大的雕像 好然后人 永远地怀念你 对 永别了 师父 兵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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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跑来干嘛 我听说师父他 好了 别着急 别着急 我们先去看看再说 好 走 来 在那里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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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得好惨啊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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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得好 哎呀 等朕收拾了霍光这帮乱臣贼子之后啊 你们俩都是朕的心腹 将来前途无量啊 谢主隆恩 来来来 喝酒喝酒 激变皇上 干什么 这么慌慌张张的 刘碧求见 见他 他是什么东西 叫他滚的 可是他有御刺金牌已经闯进来了 这 大胆刘碧你竟敢擅闯金牌殿 混账 见了皇上还不下跪乃欺君之罪 来人哪 把刘碧夷给我拖出去砍了 苏公公 你真威风了 皇上都还没开口 你就急着帮他下令 难道你也想当皇帝 你 你想当皇帝 皇上 别听他胡言乱语 大胆空虫 竟敢在皇上面前胡言乱语 长玻璃剑 简直是目无王法 皇上 还把赶快下旨把这奴才给砍了 对 苏公公指挥皇上做事 说话算数 我看你比皇上还大呢 你指挥我 别听这个奴才的谗言啊 好了好了 你快闭嘴吧 闭嘴 刘碧 你 你找真干什么 朕可没有心思给你玩大扎勒啊 我是为了我师父被害死的事 请皇上帮我主持公道 你师父被谁害死了 就是被他们两个 你胡说八道 你胡说八道 你 刘碧 你不要乱讲话 你有没有证据啊 证据 我当然没有证据 因为他们幕后的指使者势力太大了 他们两背后还有指使者 是谁啊 是谁 福天之下 只有一个人 能够指挥他们两个狗奴才 你呀 刘碧尹 你这是 曾明是在说证吗 刘鹤 你不是人 你也不是人 你才不是人 皇上 你 你干什么 你尝尝看 我师父坟上的土 大乃流鼻蚁 别动 看朕亲自来收拾他 好 来啊 皇上 皇上 快 快快了 皇上 皇上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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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你 臭小子 起来 皇上那下面这怎么得了啊这是 皇上 皇上 可辛苦你了 皇上 我连功夫都没学全 师父就先走了 平均 你怎么这么现实啊 就记得自己的功夫 你还怪我啊 其实说来说去 师父的死还不都是因为你 你怎么会怪了我头上 当初啊都是因为你 为了治那个小赵皇帝的病 才准出那么多的麻烦 我 算了 我不跟你说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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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来 刚才我在街上买菜啊 听人家说 刘大卫 在威延宫前 把皇上痛打了一顿 现在成了通气药万了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 好好好 知道了 你先回去 好好好 要是碧影哥有个三长两短 莫也不要活了 平均 你别在这儿干着急 我们总有办法可想的 还有什么办法 还有什么办法 你们这群王后贵族 你们只会害人 遣害师父 现在又害了碧影哥 我早就叫他别去的 他偏要去闯祸 大将军 你是干嘛吃的 到这个节骨眼上 你没个呆当 本来让碧影哥去受罪 平均姑娘 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本来就是 你们这帮人啊 通通一样 没个好东西 世平均 你简直不可理喻 霍水仙 你简直就是霍水 我 谁惹到你谁倒杯 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不要吵了 行不行啊 我先到宫里去 探探情况再说 你怎么把皇帝给打了 那个昏君 我爸不得把他打死 你知不知道 全车都在通气你 你还不快跑 我也想跑啊 可是各城没守卫森严 我怎么跑得了啊 兵严 走了再说 走啊 走 竟然让刘兵严那个臭小子 滚出成绝了 刘兵严出了茬 皇上 为臣该死 是啊 管该死有什么用啊 你快点想法子啊 想啊 皇上 皇上 快想法子啊 皇上 抱重龙体啊 都是些魂囚加三级 都是魂囚 是啊 我们都是魂囚啊 皇上 这刘兵严要是一日不死 我这心里头就一日不快活 是啊 是啊 快想法子 想法子啊 皇上 依为臣之见 刘兵严应该尚未逃出皇城 只要我们封锁全城 来个瓮中抓鳖 还怕他有通天本领吗 你这个小子 我叫你别闯祸 别闯祸 你不但不听 你还 你还跑去袭击圣上啊 这是抄家灭族的重罪 你知不知道 爹 你别听外面那人胡说八道 兵严虽然平常喜欢胡闹 但是他不会犯下这种滔天大罪的 犯了就犯了 那又怎么样嘛 现在皇上下令 一抓到你就格杀勿论 你说叫老夫怎么帮你 大将军你说的没错 我是袭击皇上 我还弄得他满头土 但是又怎么样嘛 那狗皇帝本来就欠揍啊 你 你 爹 你别听兵严胡说八道 我哪有胡说啊 那狗皇帝真的是欠揍 你不觉得吗 你 君不君沉不沉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 爹 你要死了你 你这丫头 你是越来越不像话 竟敢咒你爹死 我 我真是白仰你了 大将军你误会了 水仙是咒我死 不是咒你死 不过有那个昏君在 其实我们大将 都只有死路一条 又会被争水仙死嘛 你还说 什么啊 要不你想想看啊 我们焦木空师父 到底办了什么错 为什么那个狗皇帝 一定要把他说杀就杀 说砍就砍呢 这件事本来就轮不到你强出头 老夫自然会去向皇上 问个明白吗 狗仙门帘子 光靠一张嘴 当初你要是肯帮忙 师父就不会死了 现在师父死了 才说废话 算了爹 您就别去了 反正问了也是白问 孝武皇帝临终之事 将辅证重远托付给老夫 当今圣上 又是老夫所盈利 老夫绝对不能让圣上 变成一个无道混郡 否则 老夫将愧得于历代先帝 愧得于天下百姓啊 爹 爹 让开 爹 混零有什么用 师父再也回不来了 皇上 金墨空虽模样无怪 但生性纯良 他原来中土 只为宣扬善法 并非妖人呢 皇上怎能毫无罪证 就随意将他给斩杀了呢 你 你 九末空涉嫌尸杀先帝 这是滔天的罪性啊 真宁可错杀一百 不能放过一个 皇上啊 人命贯天哪 万一错杀无够 皇上您岂不落一个草剑人命的恶名 皇上作为尚且如此 若是文武百官 起而效尤 滥用持权 那天下冤语将不尽其数 千万黎民百姓 岂不仍仍自为吗 哎呀 有那么严重吗 皇上不过是杀了一个刺客 大将军何必如此激动啊 是啊 霍大将军 所谓军要臣死 臣不能不死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天下百姓住的是皇上的土地 吃的是皇上的粮食 谁敢给皇上扣上恶名 除非是有人故意造谣终伤皇上 你 皇上 国法乃一国之本 皇上贵为国君 君不守法 天下臣民将如何自处 日后定会危机设计 毁乱国本啊 好了好了 说了半天 这人又不是朕杀的 是他自己病死的 要怪也怪不到朕的头上 趁什么 皇上请留步 又怎么了 恕老臣斗胆之见 皇上日理万机正物繁重 自古以为日夜阴阳生喜交替 黑夜立当休养保重龙体 实在不宜夜夜升歌 望皇上能以国事为重 莫再通宵玩乐 好了好了 朕知道了 退场 那你倒是老夫 看错人了吗 我光这个老不死的 朝中的大事小事都要管朕 都要管朕 就连现在朕 这晚上要找点乐赞 他都要管朕 朕这皇上当的实在是 皇上 太窝囊了 皇上 皇上 喜怒啊皇上 皇上 您是九五之尊哪 再怎么说 您是君他是臣哪 啊 当着这么满朝文武 这么指责皇上 他真是目无君上 这个人太嚣张了 皇上 舅母空刚死 霍光就前来觐见 您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这件事是有点稀强 皇上 以奴才之见 刘炳宜这帮人呢 十有八九 就躲在霍光的府里 对 对对对 一定是这么着 皇上 霍光明知道皇上隔山刘炳宜 可是他还一意地袒护 他心里早就没有皇上名了 皇上皇上 霍光篡位的心意已明 未免夜长梦多 我看咱们还是尽快杀了他 最伤脑筋的就是他那个兵犬呢 皇上 兵犬是皇家给的 自然可以随时收回来啊 是啊 皇上 只要我们收回他的兵犬 那可就 任我们 再割了 对啊 收回他兵犬 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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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皇上 怎么才能收回他的兵犬呢 皇上 这这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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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是我犯呢 有什么事女儿一个人去担 跟爹没关系 你一个人去担 你赶紧去把刘炳夷给我找来 找他来干什么 我要把他赶出将军府 爹 你干嘛 跟炳夷又没关系 我就知道有人在念我 耳朵痒死了 不过我事先声明 发生什么事 绝对与我无关啊 刘炳夷 自你来了之后 我这将军府就一刻不得安宁 现在我要你马上离开将军府 离开什么 霍大人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爹 我已经决定了 不要再说了 既然这样 霍大人 我不打扰了 冰夷 沈欣 刘冰夷 将军府不欢迎你 你怎么还死赖着不走啊 好 我走 你别走 爹 你别不讲道理好不好 我是女儿闯的 皇上要杀要挂 叫他冲我来好了 跟别人又没有关系 撞鬼 霍大将军 沈欣 爹 沈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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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丫头 你什么都不知道 人家可是冲着你爹来的 沈欣 沈欣 你别这样 那 没事 好了 别哭 别哭 我爹他从来没有这样对过我 我看你爹这个样子 搞不好是另有原因 他能有什么原因啊 那些坏东西 现在把矛头都指向你 但是不见到他们是针对你 我看他们搞不好是要找你爹麻烦 你爹这么做 说不定他是要暗示你跟我们一起逃 那他也不需要用这种方法吗 我看他可能是想把事情一个人扛起来 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不能丢下我爹不管 水仙 你别这样 你干什么 你别拉我 别这样 你放手 你放开我 你冷静一点啦 放开我 这全京城的人都在找你们 你们两个人在这拉拉扯扯干什么 冯丫头 你小声一点 你想让全城都知道我们在这里啊 冯丫头 我看你真的回不去了 我 走吧 王盟皆旨 苦奔交为王盟 您与霍水仙长相往来 有通敌叛国之嫌 急与割职 亲此 我与霍大千金长相往来 我根本连剑都没有见过他 去年他生日 你是不是送他几个小玩偶啊 对啊 跟他只是个小玩意儿 这就够了 把兵府交出来 你可以回去养老了 你 袁中尔 袁中尉 好久不见了 圣旨到 城门教尉李源 因与霍水仙长作敬叶之吟 毁谤朝廷 有通敌叛乱之嫌 急于割职 亲此 我还霍大千金长作敬叶之吟 这话从何说起啊 只有一次霍大千金还小女 窝在房里学做女工 这就够了 把兵府交出来吧 圣旨到 霍光皆旨 曾霍光皆旨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大将军霍光 拥兵自重 又命其女霍水仙 假借翻译语录之名 亦遇通敌叛国 姑念霍光年事已高 半生戎马 功在社稷 年期抄家死罪 即日起 解除大将军朝中一切职务 亲此 臣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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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优优独角 唐天哪 难道我大汉 岂数将经浪 先帝啊 唐天哪 唐天 我霍光瞎了眼 竟把大汉江山 交给了一个武道婚居 汉王朝就要亡了 汉王朝要亡了 要灭亡了 大将军您可不要这样 让皇上听见可得杀头的 杀头 混君要杀 你就杀好了 你何必要费尽心机诬陷我一个 一个通敌叛国的罪名 混君 你杀了我 我霍光做鬼也不饶你 脱了都把这身衣裳给我脱了 拖鸟把他脱了 脱了回家去 全老婆生孩子 听见没有 将军 请不要这样 为这么一个昏君 抛弃弃子 知的吗 为这么一个昏君 战死沙场 知的吗 向我苦瓜 一生征战沙场 为先帝打下这片江山 我一心一意 为国为君 从没半点私心 到如今我竟烙的 我烙的一个 统敌叛国的罪名 我值得吗 是我亲手把大汉江山断送了 我死了 有何颜面去见历代的大汉先帝 去 沧天啊 大汉朝 灭亡了 灭亡了 大汉 灭亡了 真没让你进宫 你为什么要进来 微臣该死 微臣有事向皇上禀告 好好好快说快说 说完了赶紧滚了 要是扫了朕的信 当心你的脑袋 皇上 霍光每日身着白色衣服 在先帝灵前大喊大叫 口中竟是一些不逆之词 他都说什么 他说 说啊快说 皇上您要恕臣不死之罪 否则臣不敢说啊 快说 再不说正斩了你 臣说 说 他每日在先帝灵前哭喊 说说是是 大汉王朝要灭了 灭了 这以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呢 好 这霍光又不是神 又不是仙 他说去吧 他说两句 难道我大汉王朝就灭了吗 他 他 他还骂皇上 骂我什么 说您是昏君 如果你觉得自由是快乐 爱是犯了 云朵成就的差错 有何必在乎别人 怎么看 怎么说 太多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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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的理由 如果你想离开我 就别再问我 就别再问我难过 难过是否怎么过 或许会发好的火 或许会像是我走 你在乎什么 如果你觉得自由是快乐 爱是烦恼 乱落成就的差错 又何必在乎别人 怎么看怎么说 太多的借口 太多的理由 为了爱情我也背叛了所有 如果你想离开我 就别再微微说说 太多的借口 太多的理由 别再问我难过时候怎么过 或许会跑好的火 或许会像是我走 你在乎什么 太多的借口 太多的理由 为了爱情我也背叛了所有 如果你想离开我 就别再微微说说 太多的借口 太多的理由 别再问我难过时候怎么过 或许会跑好的火 或许会像是我走 你在乎什么 到处都贴满了通信我们的黄榜 会不会被认出来啊 天下花工都死光了 把我画得这么丑 我来帮你改 刘并仪 刘并仪 师傅 你跪下 拜我 师傅 师傅 我在拜 你敢说 你没有勾结苏文来杀我 我勾结苏文 快来看 空中飞人